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年纪就一身寒气 其他小朋友不是被他的眼神吓跑了 就是被他的冷漠劝退了 如果两个侄子同时出现在人群 大部分人都是更倾向于向蓝西辰靠拢 蓝起人奇怪地望着 刚才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奶娃 居然一点都不怕小侄子 还敢伸手拉着他 而更让舒服奇怪的是 网鸡居然还接受了 这孩子可是任何人都触碰不得的 哪怕是亲叔父的他 也很难得拉拉他小手 西辰 旺鸡 你们过来 叔父有话跟你们说 蓝起人把俩人招呼到客厅沙发坐下 小卫英则是一步一去地跟着蓝旺鸡 这个是魏无限 以后呀 就是你们的弟弟了 你们要像亲人一样爱护他 知道吗 蓝叔父想拉过魏英 无奈他就是要拉着蓝旺鸡 怎么都不愿意撒手 好看哥哥 我还有个小名 叫魏英 以后我的小名只许好看哥哥叫 小卫英抬头望着蓝旺鸡 乃声乃气的宣誓 哦 那叔父也不可以叫吗 眼看他情绪恢复了 蓝起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忍不住就想逗逗这小家伙 嗯 小脑袋微测着思索了一会 叔父可以叫我阿线或者线线呀 好 那叔父就叫阿线好不好 阿线 来 这个是西辰哥哥 这个是旺鸡哥哥 以后呀 阿线就有哥哥和叔父保护了 蓝起人望着这张 与藏色几乎一模一样的小脸 心中感慨万千 西辰哥哥好 魏英抬头望着比他高很多很多的蓝西辰问好 转头又问蓝旺鸡 好看哥哥 你有没有小名呢 线线也想叫你小名 呃 蓝叔父和蓝大哥同时把目光投向蓝旺鸡 以他一贯的作风 估计又要惹哭人了 蓝湛 这侄子今晚是撞邪了吗 真好听 那线线以后就叫你蓝湛 你叫我魏英好不好 一双大大的眼睛 满怀期待的望着那个清冷的人 好 那个 阿线呀 你应该叫旺鸡湛哥哥哦 他比你大两岁呢 蓝起人忍不住出声纠正他 长幼有序 这是蓝家的家规 不要 线线就要叫蓝湛 大眼含泪 瞬间暴风雨又要来临 叔父 就让他叫我名字吧 蓝旺鸡恳求道 呃 蓝起人和蓝西尘面面相去 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小旺线二人正式见面 阿线 你跟叔父住在二楼好不好 蓝家别墅一共有三层 一楼是客厅厨房 有三个房间是管家工人住的 二楼和三楼分别有三个房间 蓝叔父和蓝西尘住在二楼 蓝旺鸡单独住在三楼 叔父考虑到魏无羡太小 住在二楼 方便自己照顾 叔父 那蓝湛也住二楼吗 魏莹乃声乃气的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旺鸡啊 旺鸡住在三楼 我和西尘大哥住在二楼 那我要跟蓝湛住在三楼 魏莹紧紧拉着蓝旺鸡的手 仿佛不拉紧一点 叔父就要把他们分开了半 阿谢 蓝湛哥哥还小 照顾不了你 而且三楼的房间还没有准备好呢 你先住在二楼 等叔父把三楼的房间重新装修好了 你再搬上去住 好不好 蓝旗仁尽量耐心的给他解释 不要 不要 我就要跟蓝二哥哥一起住三楼 小魏莹抬头望着蓝旺鸡 蓝湛 我能跟你住一个房间吗 蓝旺鸡低头 望着这个比他矮一个个头的小家伙 话到嘴边的拒绝 却在接触到他满脸期待的大眼睛时 咽了回去 好 清冷的声音脱口而出 呃 这下叔父和大哥就不只是惊讶了 简直是惊悚 要知道蓝旺鸡的房间 连作为清歌的蓝西辰都很少进去 主要是蓝旺鸡的洁癖太严重了 每次有人进去 他都要重新擦拭一遍房间 一开始叔父和大哥还接受不了 以为他嫌弃自己 后来慢慢的就知道是习惯使然 耶 太好了 我可以跟蓝湛一起睡觉觉 小卫英拍着小手 欢呼着 大眼睛笑得迷成了一道风 哈哈 叔父和大哥都被他的可爱情给逗乐了 蓝旺鸡则是轻敏了一下嘴角 接下来管家把卫英的行李送到三楼蓝旺鸡的房间门口 蓝旺鸡亲自把他搬进去 把衣服一一整理出来 挂在自己的衣柜里 蓝旺鸡的衣服除了黑白就是灰 最鲜艳的颜色也就是蓝色了 把衣服都挂好后 蓝旺鸡望着衣柜里五颜六色的色彩 有一阵子的恍惚 明明是很突兀的色彩冲击 却无端的让他觉得很和谐 仿佛他的衣柜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的 蓝旺鸡从三岁开始就自己洗漱 洗澡 睡觉 独立的让叔父心疼 可小卫英不一样 三岁的小卫英还跟着爸妈一起睡 要妈妈洗澡澡 要妈妈喂饭 喜欢撒娇耍赖 卫英是一个中毒依赖儿童 叔父没有照顾小孩子的经验 不过把蓝西晨和蓝旺鸡从小带大的保姆 还留在蓝家 这回刚好就可以帮上忙了 阿县 过来 这位是徐阿姨 是西晨大哥和旺鸡的奶妈 就像妈妈一样 以后 徐阿姨就会照顾线线 给阿县洗澡 好不好 蓝起人指着一位穿着很朴素 但笑起来很温柔的中年女性 低声给魏无县介绍着 嗯 那叔父谁给蓝湛洗澡澡 卫英大眼睛眨巴着 十句话有九句不离蓝湛 忘记哥哥呀 像阿县这般大小的时候 就开始自己洗澡澡了 叔父忍不住捏了捏他的小脸 这娃 怎么这么操心别人呀 嗯 叔父 那县谢也想自己洗澡澡 像蓝湛那样 卫英小脑袋思索了一会 提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呀 线线还小呢 等线线长大了才自己洗澡好不好 叔父感觉自己已经用尽了毕生所有的耐心 不要 不要 线线要自己洗澡 像蓝尔哥哥那样 叔父不喜欢线线 线线做什么叔父都不同意 我要找妈妈 妈妈爱线线 线线做什么妈妈都答应 魏英边哭闹着 边掉珍珠子 小身子在叔父怀里挣扎着 保姆手足无措的站在身边 一下子竟不知如何哄人 毕竟蓝家两位公子 可是从来不哭不闹的 叔父 楼梯处传来一声稚气却低沉的声音 小蓝忘记整理好衣柜之后 就往楼下走 远远的就听到了楼下的哭闹声 在幼儿园的时候 也有很多比她年纪小 甚至跟她同龄的孩子很容易哭闹 每次听到哭闹声 她都躲得远远的 就觉得这些小孩子太幼稚了 而且很烦人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眼前这个小家伙 哭得鼻子红红的 眼睛肿肿的 心里就一致难过 仿佛她天生 就应该被捧在手掌心幸福地笑着 我这次会认识时 我从哪里都在没有 我这次听到哭闹声 我这次听到哭闹声 我这次听到哭闹声